1997年端午节的前夜 一个叫做郑喜春的三十出头的女人 跌跌撞撞的推开了长春市牟派所的大门 她无力的倚靠着门框 逗大的汗出在她的额头流淌 她一字一顿的说 警察 我来报案 值班民警诧异的问道 你是哪的 报啥案呀 女人说 我叫郑喜春 我丈夫往里杀人了 值班民警将信将疑的问道 咋回事 你丈夫怎么杀人了 他把女人领到我们家 先把女人掐死再烧掉 杀了好几十人呢 值班民警闻到她浑身 散发着浓烈的酒味 以为她喝多了说胡话 安慰她说 行了 你回家吧 往后少喝点酒 她表情木然的说 真的 我不骗你们 我们家的地炉里面 还有没烧成灰的女人骨头呢 值班民警说什么也不相信 还是一个劲安慰她 回家吧 回家吧 下回少喝点酒 她没敢回自己的家 在漆黑的夜里摸索着 来到了母亲的家里 看到女儿魂不守舍的样子 母亲焦急的问 春啊 这是咋了 是不是两口子吵架了 她嫩嫩的说 妈 不是吵架 是她杀人了 听了这话 母亲吓得脸色沙白 一下子摊软在床上 姐姐一把扶住了母亲 对妹妹说 春啊 你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啊 王伟杀了好多女人 我不想替她瞒下去了 我今天到宝所报案 警察不相信我 姐姐说 那咱们赶紧打110报警吧 姐姐用颤抖的手 拨通了110报警 人家说这事 还是得找当地的派出所 姐姐又拨通了 当地排除所的电话 排除所的民警说 我们刚才传话了王伟 她说刚才啊 他们小两口打架呢 她媳妇赌气 来报的假案 姐姐急事摆脸的说 不 我了解我妹妹 她是个闷人 绝不会报假案的 值班民警说 我刚才通知了所长 一把正义春带来吧 爸爸 妈妈 大姐 二姐 姐夫 全家出租 陪着她又来到了排除所 所长让她待在排除所的楼上 把她的娘家人都打发回去了 所长说 你要是怕回家挨打呀 今晚呀 就先在这儿待着吧 她诅咒发誓地说 警察 我真没瞎说 王伟是真的杀人了 不信我带你们上我们家去看啊 所长领着四个警察 跟着她向她家走去 到了门口 所长示意她去敲门 她战战兢兢地敲响了房门 丈夫从门禁里一看是她 马上打开了门 热情地说 你可算回来了 这么晚了在街上溜 可别遇到坏人呐 所长一看王伟这么心疼媳妇 松了一口气 打着哈哈说 喂啊 我们走了 往后别动手打媳妇啊 王伟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谢谢了所长 打着心骂傻 我疼媳妇还疼不过来呢 哪舍得真打呀 我是跟她闹着玩呢 所长领着警察转身走了 望着他们的背影 她悲哀的想 警察呀警察 我的话你们不信 今晚禁地炉烧死的 一准就是我了 丈夫对她说 警察都走了 你在那愣着干啥 还不可以进入 她壮着胆子 跟丈夫进了门 看到丈夫插上了门销 她吓得一屁股 他忍在地上 她以为丈夫 马上会结果了她 谁知她却打来了 一瓶洗脚水 给她洗起脚来 她一边洗一边说 媳妇啊 你咋那么傻呢 你去报案 有你啥好啊 她忘记了害怕 问丈夫 派人所的所长 是你亲戚吗 我能有那样好的亲戚啊 那你咋跟她说的 她咋就信你呢 丈夫一边给她 洗脚一边说 她说我媳妇精神不正常 看我跟女人来往 就小心眼 谁敢杀人呢 我这么老实的人 借我十个点也不敢呀 他们就信你了 可不 人家都信你神经病 所长还让我好好看着你呢 不让你到处乱跑呢 她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怎么也站不起来 丈夫把她扶了起来 擦了一把脸对她说 你看你身上的衣服 造的这么埋的 换件衣服 等我到和平大陆去一趟 她俩在和平大陆 还有一处租房 她问 都在干啥 那边的地炉子里头 还真的有些人的骨头呢 我去处理一下 她跟着丈夫走出了家门 边走边寻死着 今晚处理的是死的骨头 明晚处理的 就是我的骨头了 我已经报了案 她绝不会放过我的 三十六计 早会上去 我得想想丢掉 她跟着丈夫 亮亮腔腔地走着 趁着天黑 她假装提携 与丈夫拉开了一段距离 突然跑进了一个小胡同 躲在了一个身墙下 那天夜里天色漆黑 丈夫死活找不着的 垂头丧气地走了 她确信周围没有埋伏后 撒压的一口气 又跑回到了母亲家 她砰砰砰地敲着门 母亲一家人 吓得半天不敢言语 她大声地嚷道 妈 我是春 快开门呢 姐姐扒着门缝 看了一会儿 战战兢兢地打开了门 她一头扑进姐姐的怀里 姐姐 我报案排出所不信 我再也不敢回家了 母亲说 110也不灵 这可咋整啊 明天咱们上市局吧 市里是最大的呀 第二天 是端午节 母亲和姐姐带着她来到了 位于人民广场的 长春市公安局报警 人家说上午我们要开会 有什么事 下午再来吧 他们失望地回到家里 越想越害怕 要是在家里等到下午 说不定 早就被王伟那个噩梦杀掉了 全家人六神无主之际 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 她战战兢兢地拿起听筒 里面传来了二姐的声音 春 案子咋整呢 上午去报案子 人家让下午去 二姐说 我们同事的弟弟 是兰家牌所的所长 我咨询了她 她说如果实时准确的话 他们可以接案 她和母亲立刻打车 来到了兰家牌所所 详细地讲述了案情的经过 兰家牌所的民警们 非常负责任 他们马上派人跟着她 来到了位于 和平大陆的那所房子 打开门一看 地炉里的人骨头 已经被人拿走了 细心的民警在现场勘察 发现墙角的一个纸箱子 里面有血迹 他们掀起院子里的砖头 发现砖头下面 撒着很多的骨灰 他们包了一包骨灰 拿回去化验 化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骨灰系多个女子的 铁的证据证实了 他说的是真话 王伟为什么要接二连三地杀人 他和这些女人有什么仇呢 王伟这个恶魔 却披着一张美丽的人皮 他长得很帅 是长春市有名的美男子 28岁那年他很招风 追求他的女人 一个赛一个的漂亮 他今天和这个去舞厅 明天和那个逛公园 见了漂亮妞 就信誓旦旦的海市山盟 骗走了不少姑娘的针操 日子一长 总有露馅的时候 渐渐的姑娘们发现 这个恶魔的真面目 便怜悯将他告上了法庭 他因流氓罪 被判中十年有期徒刑 从28岁到38岁 他在大狱里待了整整十年 出狱后他无所事事 整天琢磨着找个媳妇 他转悠到批发市场 一眼就看到了 这里工作的郑喜春 郑喜春 1965年生于长春 父母在小板工厂工作 家里有五个孩子 他排行老三 初中毕业后 在菜市场干过临时工 后来又调到了批发市场工作 他家和王伟家住得很近 王伟觉得他虽然长得不漂亮 可年龄却只有28岁 吃颗嫩草 他开始死气白来的追求郑喜春 郑喜春被他漂亮的外表迷入了 觉得他长得特别像 唐国强在电影《小花》里的模样 虽然他比自己大12岁 可他从背后看 特别像小伙子 人家好歹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 自己离过婚 模样又不济 能找到这么帅的老公 真是烧了高香了 1993年6月 郑喜春和王伟结婚了 俗话说 狡兔三窟 他们在长春市六马路 西郊路 与和平大路有三处住处 周围同事都说他命好 二婚头 还能找到这么好的老公 刚结婚时 王伟对他不错 他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中 谁知好景不长 丈夫整天游手好心 经常去舞厅跳舞 1993年10月5日的早晨 王伟把一个穿着风衣的漂亮女人 领到了他位于六马路的家里 那个女人叫余文侠 脸上长着一颗美人质 他和王伟认识十多年了 现在搞商品批发 想租房子装货 两人唠了几句 余文侠看过房子刚想走 王伟突然用斧子猛击余文侠的头部 他倒在了地上 王伟用双手掐了他的脖子 他拼命的反抗着 郑喜春急忙用沙发坐地 捂住了他的脸 胡胡的把他憋死了 王伟把余文侠戴的假金戒指 撸了下来 把尸体推到了床底下 用风衣盖住 郑喜春吓得腿都软了 急忙跑去上班了 王伟出门买了一瓶空气清新器 往屋里一喷 转身到他姐姐家串门去了 晚上郑喜春回家吃饭 躺在床上 王伟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 把余文侠的尸体从床底下拖出来 放在塑料布上 郑喜春吓得毛骨悚然 王伟说 你把脸冲去啊 我不用你 王伟把余文侠的尸体肢解后 挖出了青肝脾肥肾 他开始把尸骨放在锅里煮 后来又放在地炉里焚烧 他添一根脾柴放一块尸骨 火苗呼呼的窜得老高 郑喜春很害怕 王伟说 你别考虑那么多 睡你的觉觉了 一个个无辜的女人成了冤魂